高雄市大社区 观音社区照顾关怀据点的阿嬷们 登台表演展现活力 充满活力的演出 不仅替卫生福利部社会及家庭署 17号举办的第五届社区经典奖隆重开场 也看出政府的施政努力 以及民间团体对安老环境的充沛活力 今年的金典奖 共选出36个表现优异的团体 个人与团队 每个得奖者都有不同的贴心设计与做法 让长辈在地安老 看到台湾民间源源不绝的爱心 到场支持的副总统陈建仁更称赞 这是台湾风景最美好的一面 当我们把所有人的爱心 所有人所做的一件一滴一滴的小事 合在一起的时候 台湾就成了美丽的风景 就是最慈悲善良的国家 我常常接见国外的外宾 他们都说来到台湾 看见台湾的所有的人 是这么样的慈悲善良 而且愿意帮助人 所以他们说台湾真美丽 台湾真好 不只国人有爱心 政府也很积极拓增社区关怀据点 以及延伸各项长照服务 陈建仁就说 虽然政府连年提高长照预算 但更有赖在地落实的团体组织 我们从2016年 我们的预算只有50亿 逐年增加到今年 已经到达了338亿 明年会到达400亿 成长了将近8倍 那这个预算增加了 当然是很重要 可是更重要的还是要有大家 才能够把这个服务 好好的送到每一个社区 每一个家庭当中 社区经典奖就是希望带动社会 发展更优质的安老环境 鼓励长辈走进社区来延缓退化 让高龄者也能相互帮助 一起有快乐的零法生活 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 萧兆平采访报道 台中市司令征待社区服务 福利